今天要來分析的是明天要開的韓國祭典 那不得不說這個池子是來了又快又急 連我自己都沒有預料到會在這個詭異的時間點出來 所以這樣很有可能就會推翻前兩天的那個池子 就是對新手而言說那新手的話那邊可以是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基本上會建議你手抽會優先刷這邊啦 就會變成手抽會刷這裡 然後剩下去補一些其他屬性沒抽的東西 像是那個拉傑爾的話 因為這次的話是沒有黃屬性的角色 所以拉傑爾其實對新手而言那邊還是可以抽的 那再來就是這邊幾乎是韓月公跟輝焰兩隻也都是一樣做得很強 那這次的話總共分成兩池 賽的A有輝焰天狐過去方圓跟王劍 賽B的話有韓月公正道船天儒之降臨跟李承貴 那李承貴的話是C60 那這個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總共的話也是有70抽跟150抽保底 所以兩池抽完總共也要300抽 那一樣手持都有10連特價 這個還蠻常見的 那其他部分也是跟平常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先來從A詞的大獎 呃...輝焰開始講起來好了 那輝焰的話是神族惡魔攻擊型 那三維的話是7500-52-15-2806 那綠色珠... 那主動鏡是綠色珠轉藍爆彈 傷害定時珠轉炸彈C珠大 三維而藍屬性點案次數加2 藍色珠產生連鎖綠色珠轉藍爆彈大掉落 那這三維的話是CD6 那這一隻的話基本上我覺得... 從技能組來看是相當的有火力 但是其實還是有被限制到 就是主要是轉炸彈C珠的部分 一定要傷害珠跟定時炸彈珠那個火力才會出來 這樣子要有大量的傷害跟定時掉落的情況下 才有辦法靠著他自己單開的時候才能觸發出貝4 那如果要單開觸發貝4的話 其實就需要相當... 我覺得需要相當的做球 只要有相當的做球的話 其實會是很可怕的輸出 但是我覺得... 大家應該不會讓他單開啦 就是配個弱C之類的 那就會讓他非常的噁心 那當然CD的話是單體接鎖傷害一回的藍屬性 攻擊力加500 那個也是很常見... 雖然不算常見但是已經有的 所以也不算說是前所未能的破格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害跟破寶物 被動2的話是自身在前頭C珠深層救急縮團 被動3的話是自身C技傷害特大幅提升 被動4的話是當自己在前頭時 一回合合計破壞15顆以上的C珠藍色參加攻擊 那基本上啦 我會建議的話 輝焰要配的大概愛因斯坦絕對是萬能解 因為這樣讓他只要在頭的時候 就有很穩定的速度 那輝焰的話就是 愛因斯坦兩隻輝焰 對愛因斯坦兩隻輝焰 然後再配個99B的蘇萊 基本上我覺得那個火力 絕對是很... 應該會是...也是創新刀的新型火力 這絕對是沒有...沒有話講的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選擇 我覺得像是莊子那種也有大量的弱C珠 也是OK的啦 那這就可能莊子可能會... 就沒有...因為沒有疊弓的部分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殘念一些些 好!那我們再來講的話是寒月宮 寒月宮的話是神族人類體力型 那三位是一三四一三 四零二七跟一九三二 那被動一... 主動機的話是轉換15顆紅爆彈 然後解除反擊 三回合紅屬性產生紅藍色珠聯手 聲音珠轉我方雙數大掉落 解除為止自身攻防提升2000 那被動一的話是單體... CG的話是單體救急傷害 到解除為止攻擊力... 同屬性攻擊力提升20 那HP大幅回復 被動一的話是破障跟害客無效 被動二的話是一回合破壞15顆以上爆彈 自身參加一般攻擊 那被動三的話是冒險開始時 紅屬性技能縮短算 被動四的話是一回合合計破壞250顆以上色珠 紅屬性點燃次數加2 那基本上含月弓的話 我是覺得算是必抽等級啦 因為紅星珠 呃...星珠轉... 紅...呃... 星珠轉C的角色其實不多 那以前最大的特色就是 傅愛銘嘛 剛開始出的時候 曾經有紅極一時的傅愛銘 那當然就是這個技能組的代表 那現在看來是應該需要緩人做的 那當然的話這個技能組是 無可... 呃...無可... 呃... 無可... 爭議的強 那我是覺得這個應該也不太需要說什麼 因為解除反擊 然後升攻升防 連鎖 就基本上是該有的都有 那C技的話也是 單體救急傷害到解除 維持固定紅屬性提升攻擊12 加HP固定大幅恢復 那基本上這個C技的話 就可能要看看喔 因為... 我們要先回歸到他第一個問題本質 他第一個問題本質就是他的 三維攻擊比較偏低 但是靠他的主動技可以去 來解除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主動技需要時間 因為雖然他是CD-3啦 但是... 也是要兩隻嘛 兩隻也才會有辦法變成一開場就能準備好開技的情況 所以其實是...應該是還好 那主要是... 再來就是加陣體BUFF的部分 所以造成呢... 像司馬千剛出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的... 單體救急傷害傷害應該會很夠 但是... 因為他的C技補陣 還有一些... 三維的部分 會讓變成司馬千的傷害... C技傷害會比... 武財神的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需要看 不要說看到... 大家說乾體救急傷害就強到爆炸 那個不一定 那... 被動1的話是障礙跟駭客喔 那... 這個我覺得可能應該是關卡作囚啦 那... 被動1的話是... 一回合破壞15顆以上爆彈自身 參與一般攻擊 那這個... 就是現在也有... 破壞15顆200%嘛 那因為這個移到被2了 所以這個... 門檻變低之後 他的... 能效益也跟著變低 所以我覺得這也還好 反正就是要... 放個... 能長度爆彈了嘛 聽說是... 未來的那個... 沒有... 表訊吧 聽說是放未來的表訊可以穩定的輸出來 那... 被動3的話是冒險開始使用屬性技能縮短3 這個也算很常見的技能啦 這個不太特別講 那... 被動4的話就算是一個增加輸出喔 但是... 250顆破壞基本上也是只有爆發的情況下才會做得到 這個... 平常的話一般的整體絕對不可能到250 所以這也算是增加輸出能力的... 的一個被動 好吧... 那整體來說兩隻磁子算是... 基本上我會是建議到有辦法抽的就抽啦 有新手玩家的話就拼一隻 那... 先拼個這邊吧 然後再去看看你有沒有多餘的石頭去抽個... Fallen Angel 然後拼個拉結 這樣的話基本上新手時光應該又可以過很快樂 還比較久 應該是沒什麼帶大家的問題 那基本上這兩隻算是必抽等級 那大家跟...大家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明天晚上應該我會開台抽 那如果想要代抽的... 就...老樣子就... 你就留言吧 我會再告訴你怎麼怎麼聯絡我之類的 然後... 就是... 再看有沒有時間用新電腦再跟各位開台 如果來不及的話那可能就會用自己的電腦啦 那好吧...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今天就到這邊 這樣子囉 掰掰